记者蔡清华高雄报道,高雄市长陈菊舞台出吻,竟然是被名舞台剧制作人李永峰给夺走了。 无念真人间条件一免费夜台演出今晚首场从高雄为舞营出发,尽管只有十几度低温,高雄戏迷疯狂涌入近两万人远超过主办单位所准备的一万张椅子。 有人还边看边吃严肃鸡体验这场舞蹈给高雄人很野台位的舞台剧。 高雄市长陈菊也获邀上台客串演出,其中饰演李长博的李永峰,应肯定市长任内表现,忍不住抱住陈菊强吻脸颊。 陈菊被徒来脱高演出也吓了一跳,但笑一人挂在脸上,一旁的随护也束手无策。 台下两万名观众则欢声雷动,全场笑称一团将演出带到最高潮。 人间条件制作人李永峰说,这个戏要这样演出真的不容易。 乌念珍开始了剧场的编导生涯。 从人间条件系列到台湾文学剧场系列,他始终以温暖、清明、抚慰人间的基调持续创作。 吴宝一直有个应该去湖外野台演出的心愿,每次在剧场里演出羡慕时都会情不自禁脱口而出。 希望有一天这出戏可以到台湾各地的广场或庙口演给大家看。 而如今终于做到了。